你一定不止一次刷到过最终视频 它们中大部分能达到千万百万的播放量 当然这也意味着每月数千美金的收入 我们来看具体的内容 你发现了吗 它们主要分成了三种类型 本期视频Lily将这种讲解 制作完全免费且超级简单的 这种视频的单人和多角色同屏的制作方法 当然如果你对其他两种视频感兴趣 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回复想看两个字 如果留言的小伙伴特别多 Lily也将专门出一些视频 介绍其他两种视频是如何制作的 好那我们马上开始 第一步脚本生成 很多小伙伴一定会想到用 恰GPT来生成脚本 但实操之后你会发现 恰GPT生成的脚本可并不太搞笑 或者说我们不太确定它搞不搞笑 因为文化的原因 那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呢 所以一定要注意看Lily下面的方法 我们来到Kora的网站 在最上面的搜索栏的位置输入Jokes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已经自动把之前在Kora这个网站上 所有关于Jokes的问题都给我罗列了出来 那我们一定要注意看每个问题下面的一个回答数 就是它的回答数越多 那待会我们可以得到的结果也就越多 那我随便点击一个回答数比较多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这个问题 它问你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最搞笑的笑话是什么 那我点击它 点击它之后就可以看到大家在下面的各种各样的回答了 那么我们怎么样筛选出来最搞笑的那个呢 那就是回到最上面的位置 我们选择这个排序的位置 选择点赞数 它就已经自动把所有的回答按照点赞数 从高到低给我们进行了一个排序 所以呢接下来的工作就非常简单了 我们只需要一个一个的看 然后觉得哪个比较搞笑 然后把它粘贴复制下来就OK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第一个它是一个陈述 它没有对话 然后我也不想去把它再改成一个对话呢 那我们就接着往下滑 第一个也不是 第二个也不合适 那第三个好像可以 但第三个它虽然是对话的形式 但是呢它好像对话比较短 只有两句 所以我们接着再往下看 我们再往下滑了一点的位置 就可以看到这有一个简短对话形式上 所以我们就只需要粘贴复制它就好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这样的话可以完美的避开 因为文化的原因 我们不确定这个笑话到底是否搞笑 而不知道该如何来设计自己的脚本的这个问题 所以大家一定要尝试这个方法哦 第二步配音 来到11 Labs 点击开始 然后把我们刚才的内容布置进去 然后点击这个按钮 可以对我们的声音进行一个选择 然后我们点击生成 然后我们点击下载 然后我们就按照上面的步骤 把所有的语音都生成出来 第三步配音加动画 这一步呢会给大家展示 两个人分别出现在不同屏幕中 和两个人出现在同一个屏幕中是如何制作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看哦 我们来到Adobe Express这个网站 点击左边的加号这个按钮 然后再点击快捷操作 在里面选择创建角色动画 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自动的生成了非常多的角色 可以供我们选择 所以呢我们除了制作火柴人以外 还可以制作别的非常多种类的动画 所以这个软件是不是非常的方便 那我们直接找到我们这次视频需要用的火柴人这个角色 我们点击它它就已经自动的出来到了屏幕的最左边 好然后我们拖动它最上面的这个图片呢 还可以调节它的一个大小 对我们整个人物 你想让它出现在哪一个位置进行一个调节 好了然后我们再往上滑 在最上面的位置这有一个背景 我们点击它就可以同时给这个角色生成不同的背景了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 它都已经给我们预设好了 我们只需要根据我们的故事情节对整个背景进行一个选择就好了 好那我们再看最后一个按钮大小 那就是你最后需要把视频发布在哪个平台 你就选择哪个大小就好了 那我们就随便选择一个9比16 好这个时候就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 给这个角色进行一个配音 其实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点击左边的这个浏览 把我们刚才生成的音乐导入进去 好我们需要等待一下 好了就已经生成了 我们点击图片上面的播放按钮进行一个预览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 它不仅做到了纯形的一致 而且还给火柴人配了一个简单的手部的一个肢体的动画 那如果我们觉得满意的话 直接点击下载就好了 好我们就按照刚才的操作 把整个的动画全部的自作完成 那上面给大家展示的呢 就是两个人物出现在不同屏幕的自作方法了 那如果想要制作两个人物出现在同一个屏幕中 在这一步就需要进行一些不同的操作 那我们马上开始实操 我们还是回到选择人物的位置 我们选择了这个火柴人之后呢 我们首先调整一下它的大小 然后再把它拖到相应的位置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把它往左边放一点了 因为我们需要在右边的位置 预留出来一个和它对话的另外一个人的位置 那我们调好之后呢 我们再次选择背景 那背景这一块呢 我们要选择自定义 然后选择自定义 然后选择绿色 然后把它拖到一个绿色 这为什么要选择绿色呢 就是为了方便我们待会儿进行一个抠像 在检印里面把它们合在一起 然后再点击大小 那大小这一块呢 我们还是选择9比16 好那剩下的呢 就是按照刚才的步骤 把我们的语音上传上去 好我们还是预览一下吧 OK就已经完成了 然后我们重复这个步骤把另外一个角色的动画也生成出来 我们来到这一步之后选择我们另外一个角色 好然后把它拖到右边的位置 调整一下大小 然后背景这一块已经是绿色就不用变了 然后大小这块也不用变 好我们仍然就是上传它的一个对话 怎样看完第三步之后 如果你觉得有用 一定要记得点赞关注打开小铃铛 这样待会儿你想实操的时候才能随时找到我哦 第四步剪辑 我们把生成的视频拖入检印 按照顺序进行一个调整 这种两个人物分别在不同视频里的情况就已经剪辑完成了 那Lily这边着重给大家介绍第二种如何让两个人物出现在同一个屏幕里的剪辑 拖入视频之后 我们点击抠像 点击色度抠图 直接点击屏幕上的绿色 按照同样的方法操作另外一个角色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人物已经出现在同一个屏幕里了 还没有完 因为一个人物在说话的时候 另一个人物的旁边是空着的 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复制这个视频的一小节 把它的速度调到最低 再进行一个不停的复制 把空白的地方全部填满 这样就可以让它出现在旁边了 我们看一下效果 最后点击导出就完成了 看完上面的整个操作之后 如果你觉得有用 一定要记得去看Lily的其他视频 Lily的这个频道也主要分享 AI变现的实操技巧 和各种AI的最新资讯 所以也一定要记得点赞关注哦 同时因为有非常多的小伙伴想进入AI这个行业 但是他们对于如此之多的AI软件到底在每个领域应该选择哪一种 经常会有一些迷茫 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所以Lily这边也准备了一个免费的AI工具大合集 里面包括了AI各领域的TOP软件的一个汇总表 汇对每个TOP软件的具体应用场景 它是主要干什么用的 它的价格如何都进行的比较分析 希望能帮助到大家在最短的时间内 对AI整个行业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早日开启自己的AI赚钱之旅 好 我是Lily 本频道主要分享AI变现及实操技巧 如果你也对此感兴趣 一定要记得点赞关注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